我们知道轮状病毒是小朋友最容易感染的一种肠胃炎病毒 目前只要是六个月以下的小婴儿 医生都会建议口服疫苗避免被传染 但是最近美国传出由葛兰素史克药厂出品的一种轮状病毒疫苗 罗特律被验出含有猪环状病毒安全性不明 美国已经建议医生暂停使用 而在台湾卫生署今天指出这是一种常见的病毒 初步判断治病的风险非常低 所以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要跟进暂停使用 这一盒轮状病毒疫苗口服疫 就是葛兰素史克GSK药厂所生产 在美国却传出这款疫苗被发现含有第一型猪环状病毒的DNA 因为安全性不明 所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建议 医生先暂停使用两到四个星期 但目前国内卫生署比照欧盟 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暂停或继续使用 这个病毒事实上是在猪肉肉品里面很常见的一个病毒 所以它对人跟动物的这个所谓治病的风险事实上是非常的低的 GSK药厂则发出声明稿表示 在制作过程中第一型猪环状病毒的DNA原本就存在疫苗里 但不会对人体造成疾病 这款轮状病毒疫苗是口服疫 通常是六个月以下的小婴儿服用 医生说小婴儿喝下肚后会经由肠胃吸收 目前并没有发现有小婴儿口服了这款疫苗而出现问题 轮状病毒的疫苗是口服的 所以是直接到肠胃去 所以这种DNA比较不会跟我们身体做一些反应 当然这需要一点时间去追踪 轮状病毒会造成五岁以下小朋友严重肠胃炎 目前估计全球每年超过50万的小孩子死于轮状病毒 主要是经由口末和粪便传染 感染后会有呕吐发烧和腹腺的症状 目前口服疫苗能预防病毒感染 而现在卫生署将会诊资料评估风险 会尽快公布评估结果 在评估还没出来前也提醒医生要注意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评伙估 评估 aram 评估